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兵南大学抗疫三保 生活极好的频道 我是梁炳灵教授 注册中医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 中药是如何医治新冠肺炎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题目 第一是古人抗疫的经验 然后是看看现代的中医药如何医治新冠肺炎 如果古人第一个一定要说的就是张重景 上一集也曾经提过的 张重景有《伤寒论》这本书 其实是介绍如何医治 去诊断和医治新冠肺炎 《伤寒论》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一些外感热病 热病即是发烧的病 发烧的病大部分都是一些传染病才会发烤 它已经说到这个病感是如何医治 和如何医治 当然详细的我不可以看今天讲 但是其中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现在都正在用的 包括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些 叫做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 这些都是在不同的阶段的一些热病 是我们可以用来医治这个热病的 全热病的这些药 下一个我们就会说是叶天士 这个是在清朝的一个名医 叶天士提出这些这么厉害的 这些传染病叫做寒军病 它的传染性很强 而是感染了之后 亦都是发病非常之快的 所以是很短时间 就在表泽外面 或者在鼻子里有些感染 接着可能是不消一两天 就远传到病 所以它就用这个叫做 胃气营血的方法 去分这个病的不同的阶段 以及在每个阶段 是怎样用一些药去医的 如果在初期我们叫胃的阶段 就是用这个银桃散 这个我们现在经常都用的 我们很多时候的流行性感冒 都会用上这个叫银桃散 用来医治的 我们在中医医治新军肺炎的时候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在武汉已经有很多经验了 当时有差不多 7万4千多的人用过这个中药 是差不多九成人都有用中药来医治病 而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有三条方法 总结了对新军肺炎特别有效 其中一个叫清肺排毒汤 另一个叫酸肺排毒汤 另一个叫化湿排毒汤 其中一个叫三方三药 其中一个药就是 我们现在经常香港人都说 棉花清溫胶囊的食药 当时也是经常用的 这些数字就是 在中国用中医中药去医治的患者 占了九十多百百百分子 而大部分都是因为 接受中药之后 就不会变严重的病情 而是更加很快就康复 如果我們真是不幸運地感染了這個病 如果是很早期,即是說剛剛感染了陽性病毒 當時的症狀也不是那麼明顯 我們就看看可以用一些承藥 譬如如果臨床表現是腸胃不息的 我們建議可以用這個叫薄香正氣的食藥 它有很多種的,香港藥財寶是藥房賣到的 薄香正氣片或者薄香正氣的一些口服液 都是有效的 這個特別是腸胃不息的時候才會用的 如果是感染了之後,主要的症狀就是發燒 症狀,很累,還有有後悶痛 這些全部都是熱的症狀 我們就有兩個的承藥 一個就是現在很多人搶購的蓮花青針加囊 另一個叫金花青針果粒 都是可以有效的 中國大陸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曾經一段時間有很多這些新冠肺炎的病人 他們的專家就設計了一條方 這條方就叫清肺排毒湯 這個就是用這個,將重景在傷寒門裏面的一些藥方 再加上現在他觀察到病人的症狀的一些不同 就用了這個方就是治療 這個不同的程度 有輕症、中毒和重症的患者都可以用這個方 有二十多種的中藥在裡面 可以發揮到海線的發燒、咳嗽和肺部的症狀 這個湯就是有二十多種中藥 我就不會逐一介紹 但是其實它都是跟這個古代的方 是幾條方合起來而成的 其中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一些麻橫金石糠 裡面有石膏、麻黃、桂枝等的成份 這個就是用了幾千、幾萬的人 法國效果良好 甚至他們是將這個研究 登在學術期刊那裡發表了 當然了,中醫是我們叫見證論治的 有一些病人的濕氣特別重 就不是用這個叫青苔排毒瘡 就用另一條方叫化濕排毒瘡 裡面就有十幾種中藥去化濕 去緩解咳嗽和一些症狀 最後就是給大家看看 如果病人已經去到恢復期 他就說已經驗的時候 就已經是陰性了 因為那個病人已經沒有了 但是他還是很多症狀很累 那時候怎樣呢? 就要看看他究竟是屬於肺脾氣虛 或者是其他的血脾氣虛等等 如果譬如是一個表現 裡面還是胃口不好 大便還是很濕很爛 還有那個癡是拌的 即是又淡又拌的 就用這個保皮衛的方 裡面有灌下陳其廣心 北其白術福明國香 這個功效很好 如果還有一些人 是屬於氣、陰、涼、虛 多種的炎的話 這個就是沙心、墨東 西洋針即是花旗針 五尼士、石膏、淡燭劫 爐根、桑葉等等 他對於一些很口乾、很多汗 或者是還有一些低熱 不怕是延續得到的 也是非常之有效的 好 今天總結來說 其實中藥對於一些輕症的 新冠肺炎的病例 效果是很明顯的 多謝